请寻寻时间30分钟 主席红副院长 麻烦请行政院毛院长 请毛院长 麻烦请行政院毛院长 应该是要先前面检讨他的支出面 事实上 我们中华民国的财政 这些年来越来越困难 那这个包括说 在马政府上任之后 举借前四年比较多 这三年稍缓 但是仍然还是很多 所以举债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到达GMP的37点多 几乎快到达上线 那这个全面检讨支出面 除了看到什么问题 看到最近大家媒体在谈到的 这个人事支出 实在是膨胀的很快 这个人事支出 包括基本上付的薪水 跟这个退休金 尤其是最近媒体上 大家看到检讨18%的问题 都会看到说因为 虽然过去的讲法就是说 到了多少年以后的公务人员退休 就没有这个18%的问题 可是这几年 事实上支出一直不停在增加 甚至这个军人的 将来教师的 还有公务人员的这个基金 即将要从正收入 要变成负收入 然后慢慢的甚至会有 媒体报道说 有可能会有破产的状况 这是看到在人事支出上 但是因为人事的支出 膨胀 导致我们一些预算 都花在金厂门上面 我们的资本门的建设 几乎很少 那资本门的建设金额 很少之下 所以看到各级政府 用了BOT 引进民间资金 但是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因为这方面的制度 我看都还没有很完备 所以啊 就你担任行政院长 当然预算是已经去年就通过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如何去检讨 这个支出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检 可以审 比如说 已经 业务量已经没有的机关 是不是可以整并 公务人员如果无法 让他去职 因为是所谓的是考试进来的 我们应该可以再继续念第二专长 让他到别的领域去 也是发挥继续担任公务人员 而不是新的机关一直开 一直新的工人员禁用 但是旧的机关 这个职能萎缩了之后 他的人还是不能减 我举一个例子 省府到现在精神已经多少年了 院长 我们精神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应该有 连你都答不出来很多年了 那那么多年了 省政府现在还在那边 他的职能事实上是萎缩的 结果 养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公务人员 像弄了郭冠英 也引起你们很大的麻烦 这些都是事实上 从这个地方来看说 一个当家的人 他主要的就是钱跟人 人是人事 钱就是你的财政 你应该从检讨支出面 哪一些地方当审则审 该花要花 我这样子的方向跟原则 不知道你赞不赞成 跟委员报告 我在当副院长的时候 执行过财政改革方案 在我手上支出面减少四百多亿 收入面增加五百多亿 整个有一千多亿的改善 这一种工作我们会持续进行 可以跟委员报告 我自己的印象就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讲法律义务支出 但我们整个预算的七成 就是人事支出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中间大部分都是 包括社会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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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福利 这些啦 整个加起来法律义务支出 但在委员报告内就是说 资本门的支出 我们事实上每年仍然希望 维持大概有五到十%的成长 这个目前都在持续中 有吗 有事实上每一年的预算 资本门基本上 资本门有在成长吗 基本上有 公共建设支出有 有我们维持成长 我看到的都是大概是国家总预算 大概只有不到10% 就是你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不到10%是拿来做资本门的建设 因为我们是一照9000多亿 如果你要超过10%的话 要1900多亿以上的资本门的建设 那我看到的是没有 有我们每年都维持它的成长 维持成长跟有没有到10% 是两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也不冲突 我们继续来谈 那有了支出面的控款之后 再来回国偷开放收入面 收入面如果不够 就像刚刚你讲的财政健全方案 该支持的我们也是支持的 谢谢 那因为这个财政是 建设是一棒接一棒 国家的财政也是一直延续下去的 也不是说现在今年做一做 然后明年就 就让它破产没有关系 所以 站在我们在野党立场 收入面合理的 因为支出面的需要 而该去增加的 我们是同意的 所以你的财政健全方案 财政部也有 事实上也有回答过了 我们在野党是支持的 谢谢 还有我们支持 该收到的税 你们 到现在还不去处理的 就是所得税法 43条是3 对于海外避税天堂 在海外避税天堂 设立公司 在那个地方做商业 其实在台湾做商业行为 那一些该收的税 所得税法 43条是3 财政部很努力 民国102年的4月 就已经在 我们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通过了 结果 本来是无需协商 送到我们院会来的时候 国民党党团的 三长说要进行协商 所以拉下来协商 从拉下来协商到现在 没有协商过一次 我是想问说 这该收的税 在野党支持该收的税 该查契的税 照理来讲 如果真的要政党协商 财政部应该要主吹 请立法院的政党进行协商 结果到现在没有协商过 部长有协商过吗 是 我跟委员报告过很多次了 两岸租税协议签 我们就立刻请执行长 我跟赖执行长报告过了 租税协议签 我们就立刻请执行长 那问题是两岸的租税协议 什么时候才要签 你不能够以两岸的租税协议签 跟海外避税天堂 这两个事情做前提 这有什么逻辑存在呢 跟委员报告 它是密切相关了 因为在避税天堂设公司的 大概都是台商 那两岸租税协议 大概都是台商在私有 我跟你讲不是啦 我在这边坦白跟你讲 如果依照媒体的报道 光鼎心啊 这一些的公司啊 这些的财团啊 海外避税天堂 这几年来 已经至少要漏掉 三千亿的税了 十年来啦 当然我们一百零二年通过之后 可以亡羊补牢往后追嘛 那十年来如果三千亿 一年是三百亿耶 如果用均数来讲的话 所以你拿一个 我们一定要跟中国定了 两岸这个租税协议之后 我才要对于海外 这个什么萨摩尔群岛 这些所谓海外避色 因为两岸租税协议 里面有一条跟委员报告 有一条是说 如果当初还没开放台商 到大陆投资 透过第三地 去大陆投资的台商 能不能适用两岸租税协议的 租税解免 陆方是说 如果台湾对那个 透过第三地的台商有课税 他就承认 可以试用租税解免 因此就把这个第三地的 把它绑在一起 不是 那你是因为陆方的意见绑在一起 我们中华民国是自己 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 我们对于我们的国内法 所得率法是我们的国内法 我们国内法的修正 在委员会通过了 居然要用跟中国的协商来绑住 这个我觉得 你这样的回答 我真的爱难接受 不然你跟我讲 两岸租税协议什么时候会完成 就不知道啊 遥遥无期啊 所以就放给这个 海外避税天堂的这些公司 一直继续在漏税 委员这个 而且部长你很清楚 这个海外避税天堂 这个割税 这是国际趋势 人家西方国家 早就在进行 OECD今年9月 就会发布一个公告 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跟中国做租税协商之后 再来定这个海外避税天堂的追税呢 这个我们会尽数 两岸租税有故事 这个就是会起人一斗嘛 所以我在说 人家说 瓜田不纳履 履下不征官 台湾各界对于 我们政府 是不是对财团独厚 一直有怀疑 我先不讲说 每一个人心中有不同的答案 那你这个在102年4月1号 财政委员会就已经通过的 这一个要追税的案子 你一直用正常协商 把它摆到下 连一次协商都没有 然后每年300亿的税款 一直不停在漏 该拿到没有拿到 难怪人家会认为会怀疑 有的人会真的会怀疑说 这是不是因为财团在中间作梗 让这个法案通不过 不然的话世界都在追 台湾偏偏要等到 跟中国订租税协议 好没关系 这也只是一部分 因为事实上 政策的讨论不应该流于 这么细 我只是提醒你 因为我看到了 这个房地合一的所得税 我看到了你现在 订的 我有看到你给我的简报 这是新的版本 不是上一个会期 在财委会的版本 那这个版本又讲得比较周延了 甚至里面也有做了一些的推估 关于税大概可以收到多少 收到的税之后要用到哪一方向去 这个我有仔细跟你阅读 但是我就想要跟 这个院长报告 我认为这个以后要全面的 你要加税 OK 推估可以加多少 加了税之后要用到哪里去 这样才有一个整个国家的财政 这样整体的观念 所以这一点我是肯定的 可是我也很纳闷啊 这一件事情 讲得沸沸扬扬 雷声大作 请问行政院为什么没有把它列到优先法案 没有送到本院来呢 你们行政院会也还没有通过 土地房屋 合一的所得税的这个方案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事实上有好几个法案 我们现在行政院这边都还在处理中 有的还在部会处理中 这些我们一旦 成熟了 我们就会送到立法院 然后也会请 这个各党团 这个支持我们 把它当优先来处理 如果这样的话 院长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很纳闷了 如果这样的话 显然还不成熟 为什么财政部一直不停地开记者会 一直不停地公布方案 那公布的方案之后又一直改 我觉得政策不应该这样 政策照理来讲 如果依照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财政部拟了一个重要的 这个财税 这个改革的方案 他经过行政院院会 通过之后送到本院来 本院如果支持 代表你这个政策 获得肯定就去推动 本院如果不支持 依照我的观念 要负起政治责任来 就是应该要离开 但是你 弄了一个不确定的政策方案 也没有通过行政院会 就一直不停地在开记者会 我这一阵子 常常遇到记者打电话来问我 说请问你对 房地合一所得税有何看法 因为本期是在财政委员会啊 而且民进党的财政政策里面有很多 我可以参加意见的机会 大家问民进党的态度 那我通常回答是说 又没有进过行政院会 这不是定稿本 请问我要针对哪个版本回答 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那我 我曾经请教过某人 我们不能把人家名字讲出来 说为什么不送进来 跟我讲说 因为国民党党团对于这个版本有意义啊 大家还有意见 我说国民党党团有意见 国民党党团有意见 可以在委员会可以在立法院沟通 他说没有 现在国民党党团改成 要经过党团同意之后 财政部才要把这个方案送到行政院院会 然后行政院会通过之后来立法院 他们才要支持 请问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吗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案有很多的处理方式 那一种处理方式就像委员讲的 就是说财政部你一干 经过行政院 然后送到立法院 到立法院再来 大家再来讨论 那另外一个方式 那现在我们所采取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 送出来的法案 基本上在社会上 已经做过充分的讨论 那财政部这一个版本 基本上是一个 所以是在四方向 丢气球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具体的数字都有 不是丢气球只是个概念 我们连数字都有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 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 让不同意见的人 大家一起来表达 把不同的一个想法 这个都拿出来讨论 我们希望在那个情况之下 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案子 我们再来处理 院长 你听到我问题的表面 但是在背后隐藏一个 更大的宪政的精神 行政院的决策权 到底是由谁在下 这个才是我今天 要跟你讨论宪政问题的根源 因为我刚刚讲两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采取的是我后面讲的那种方式 代表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 对于你们现在行政部门的法案 有可决跟否决的权利 如果你采取的是我后面那一个讲法 要经过国民党党团同意之后 你们的案子才送进行政院 经行政院会决议之后再送到立法院来 如果是采取这样的方案 就我的宪政的理解 代表国民党党团对于行政院 成行中的法案有否决的权利 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们行政院这边要提一个法案 然后大家一直要 我们说要了解民意走向 所以我们也不要行政院 也不要关起门来 自己在内部办公室 从这个办公室到那个办公室 这样资料送来送去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走到公共空间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讨论 然后变得更成熟 把我们思考上可能有些盲点 然后都纳入了 院长你注意听我的话 我是很诚意在跟你讨论问题 如果你要这边用 问过是非去讲一堆漂亮的话 来回答我来唐山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现在是要跟你 我们要厘清 这里面一个宪政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您代表的是 中华民国的行政权 立法院代表的是中华民国的国会 在权力分立的激光国家 这是不可以的 那如果在内阁制国家 本来整个决策就是由内阁做成 内阁本身就是国会议员间的 所以经过国会的党团通过 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先厘清 台湾的宪政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严肃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过去在11月29号马英九 整个国民党在地方选举败选之前 原则上还是采权力分立 行政权跟立法权不相隶属 所以你们那时候 自己做决策 送到立法院来 才进行沟通 这是过去的做法 你现在该采成 要经过法案先给国民党党团来看过 国民党团同意之后 再送到立法院去 之后再到 这个再到行政院去 经过院会同意之后 再到立法院来 这样子是没有内阁制的实施 但是事实上是由内阁 由这个国会的多数党 掌控了党团 掌控了行政权的决策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是官司制度的大问题 我今天要跟你谈这个 宪政制度的大问题 那这个问题 如果你采取 我后面讲 有国民党团这个路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本身国民党党团的成员 他不参加行政院院会 然后他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 除非你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 就让他参与 就已经共同讨论了 否则你自己做了一个案子 到党团来 党团有意见的机会是很大的 你这个行政权 几乎等于是跛脚 我们就现实的政策来讲 几乎是等于跛脚 所以这是国家宪政的重大问题 是我今天要跟你讨论 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您是宪法机关 你知道吗 你的行政院院会 都规定在宪法里面 我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的记者女士先生 也很敏感 他在问 请问行政院院会来参加的时候 朱立伦要不要来练习 赵直强市事长 他是要来练习的 那你是行政院院会的主席 你做了政策 如果在行政院院会通过了 坦白讲 朱立伦是要支持的吧 因为那是行政院院会的成员 那如果是刚刚讲的 在宇党领政 结果你们的政策来到这里 在国民党的党团就被朱立伦打枪 你行政院会推不动 到底是谁在管理谁 我们这一部宪法 弄到到底谁是行政权的决策者 你敢跟我拍胸脯说 我毛治国行政院院长 是行政权的决策者吗 照现在这样的制度 我看起来是一团乱 跟委员报告了 我想 我们现在的做法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在 形成我们的法案之前 我们举办公听会 公听会 那可以有各方面的参与者 我们也不过再进行这样一个程序 所以我也讲的太沉重一点 没有没有 然后在院会里面 然后呢有市长 他本身是党主席 或者什么这种情形 我想在民主社会的常态 也会 所在多有会发生啊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就是在不同的场域 当然有不同的游戏 马院长我们在这个国会殿堂 这是从我们有国会殿堂的院会 我们大家讲话 是最好是大家互相有礼貌 所以我讲的话 或许你认为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立法委员 我讲的话你要注意听 我从来没有去跟你讨论说 你要行政政策的过程中 怎么样去开公听会 怎么样去让大家参与意见 这个我没有意见 这个你们行政院如何脖子众议 能够查那亚言 这本来就是行政权上面 去行政政策的过程中该做的 谢谢 我现在是行政权已经做了决定了 但是那个决定只是初步的决定 财政部的政策 要通过行政院会 是因为要让行政院变成行政院的政策 财政部在我的看法 部长他是有政策的 在目前看起来 从媒体各界的报道 这财政部他们的 长地合一岁财政部是有政策的 他们的草案嘛 对他们有草案 但是他们要送这个草案给行政院会之前 要先经过国民党党团同意 没有我们现在要他 没有哦确认没有哦 否则我给我这个资讯的人是找得到的哦 国民党党团真的没有要求你们 在做成政策之前 法案要先经过他们同意吗 因为这个问题哦 在你来讲这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平时一样都是执政党 你可以这样想 可是这对中华民国的宪政制度来讲 是一个大问题啊 我现在是 因为我本身是读法律 尤其我对宪政的了解 我对宪政的确信 我必须要跟你讨论到国会电堂的宪政问题 这个地方是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的 那当然中华民国宪法的定义 大家在国家定位很多地方很有意见 但是在政府体制这一方面 我们或许要谈现任改革 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上 的确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 其实我只是要请教你啦 坦白讲不用那么激动 就是要请教你 现在的决策到底是谁在做的 当然行政院决策上是我 好那如果是你在做的话 那请问为什么要经过国民党党团 才能够到行政院会去 我对财政部的要求就是多开公厅会 然后希望能够博彩众议 然后把不同的意见 这个能够怎么样的汇总 然后这样的话再送到行政院来 这是我给 如果你没有打算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对谈不下去 在这部分那我们就另外再转 那我刚刚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个记者都在问的问题 现在在行政院会里面 有国民党党主席的列席 那这样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你指挥 你在行政院的行政权的决策的时候 指挥了朱主席呢 还是朱主席再倒过来 在党政协调的时候 在国民党党团开会的时候 倒过来再指挥你呢 那你们两个怎么一下子 夹指挥一下子挥指挥甲 那这样子的制度如何厘清 坦白讲你的意见 跟朱主席的意见 如果不同的时候怎么办 我想这个 我刚刚也讲过了 在民主社会 这种角色上的这种 不同 在不同的场域里面 确实会有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 很特殊 但是我认为在民主常规里面 不同的场域 自有它的一套 这个决策的程序 大概是这样子 好啦 没关系 我们这边不是坐 我把问题点出来 因为媒体也在听 我们这边的 院会也都有录音 这个将来都会 逐次记录在我们立法院院的这个公报 这个 传逐历史 将来如果有人要查 可以查到至少有这段的对话 那我的请教 跟你的回答之间是不是有 不在同一个level上面 你如果不想回答 也不能勉强你啦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问 因为这个关系到什么呢 关系到整个政策 到底最后要有谁推动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真的有够乱了 照理来讲 你如果总统制 总统之间民选 总统真的要负起权者的话 总统应该要参加行政院院会 所以 他在这个隔疗会议的时候 所做的这个决策 才能够一以贯之 结果现在宪法限制 他不能够来参加行政院会 行政院院会是由行政院院长主持 那行政院院长主持的 结果你现在的公婆很多 你现在 总统可能是你的公婆 这个党可能是你的公婆 所以 我现在刚刚的问题是说 如果意见分歧的时候 你要如何决定 这个我看你是回答不了 所以再来 民主社会 政跟党之间 他也有他一套沟通的极致 这个当然是存在的 好 希望你们能够运作的顺利 那不要一下子 这个老大耍脾气 说不去参加 那一个不去放天灯 这个对整个国家来讲 我是觉得对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 内行人看得出来这是伤害 当然外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不知道怎么吵吵闹闹 但是事实上 从宪政的角度给他穿透 里面问题一大堆 那再来我们现在 朱主席要选党主席之前 那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要宪政改造 宪法改革 我们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蔡英文也立刻呼应 当然前主席 苏政党是最早提出来了 只有各界大家都要谈宪政改革 可是你知道太阳花学运 发生真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我来以我的理解讲给你听 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立法权 自我堕落 自甘阉割 做行政权的附庸 所以让这些学生认为 中华民国的立法权 就是所谓的国会 自甘堕落 不行持自己的职权 也是所谓的30秒的 这个半分钟事件 这当然都是过程的过程中 那为什么会把它定义成 自甘阉割职权 照理来讲 如果国会对行政院的政策 或是他所要去订定的 这一些的条约 有所意见的话 应该要让国会有监督的权利 这是因为 总统跟立法委员是选举 同时举行没有错 2012年同时举行 但是他是两种名义 既选行政权 也选国会 他本来就是选行政权 要出来主宰行政权 选国会要出来监督行政权 就好像举个例子 一辆非常好的汽车 他除了油门要够强 整个转向 这个方向盘 各项的设备要很好之外 他同时要有很好的刹车设备 很好的安全设备 比如说要安全气囊 这是所谓的 两个系统都要强 这辆车才是最好的车 但是过去 我们很遗憾的 就是看到那个权利 就是因为党主席 对于自己国会多数的 从政立法委员的党员 做了党纪的要求 让他们都很心甘情愿的 就用多数的橡皮图上 要半分钟就去通过 这个行政权所要的方案 使得这些学生啊 认为立法院被多数暴力 把自己应该要监督的功能 跟职责给放弃 给自己割让 也就是国会没有进到监督 行政机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职能 这是我认为 学生太阳化学院 为什么要来攻占立法院的最主要原因 那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就谈 那如果以过去的例子 我们往后看 我们要如何来避免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既同时要强化行政权的功能 所以我刚刚在跟你谈说 有谁决策 是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 也要看重监督权如何能够 让它能够落实 这一部分不知道你赞不赞成 赞不赞成立法院 应该要充实立法院 得以监督行政权的 这一些的职能 对啊 这本来就是宪法里面的基本精神 行政立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嘛 你同意 但是国民党党团不见得会同意哦 因为他们都认为 我会讲 现在人都常常兼在做的决定 然后过了一阵子在后悔 他们以前做了决定 将来时空改变之后 整个环境变更之后 发现原来现在的决定 很可能是搬石头扎自己的脚 我举一个例子 过去我在当立法委员 这些年来 国民党党团屡屡在程序委会卡案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问他说 你在这个地方卡案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一天如果你变成在野党 然后当时到时候的执政党多数 也是不停的给你卡案的时候 你是心里是什么样子的感想 我讲的是这样子 现在因为国民党是中央的执政党 国民党的立委啊 对于行政权的监督 我在我的看来 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尽到权利 甚至譬如在福茂啊 在其他的法案上面的监督啊 譬如说你们提出了这个 两岸协议监督机制 如果以行政院的版本 外面给你一个名义叫做 这个两岸协议不监督机制 不监督条例 原因就是因为你里面要让国会 能够监督的部分少之又少 你们想要寄望 由国民党多数的国会 赶快来通过这个条例 但是你知道吗 随着政治的移转 这个主客有可能会异味 如果你们现在这样子的方式 让国民党这些民意代表这样做 将来伦地执政之后 如果在当时的执政党 也一样化葫芦 那这个国家没有进步 因为我们一直在恶性循环当中 所以我们应该照原理来讲 就讲说 加强国会监督职能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国会为什么让职能 被弱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制度上的根本原因 就是在于有一个监察院 所以国会的监督权 国会的调查权 国会的弹劾权 都受到很大或是根本的割除 这国会议员就是30分钟啊 我就在这里 我曾经开过玩笑 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在国会的咨询 结果有人回答说 对啊你是最近火车那只狗啊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里来讲一个不对的政策 国会应该有弹劾的权利 结果那个弹劾权利把它阉割 变成在监察院 监察院的产生 又被乱改改成国会 立法委员同意 行事同意权通过了 结果等于是多数党的 国会议员派任的监察委员 你想想看 多数党跟执政党同党 他们的监察权的行使 他们的监督谈论的行使 会得到人民的信任吗 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制度啊 真的是千疮百孔 很有改变的需要 但是改变的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在门槛实在是太高 我们修宪的门槛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 如果大家不能够善意的来 同意修宪的话 击到这个门槛几乎是过不了 这就比如说之前的 立法委员的一个罢免案 他的门槛是高啊 当选只要10万票 要罢免他要15万票 几乎不可能 是